唐太宗最疼爱的女儿,只活了十二岁,太宗为此一月吃不下饭。 我们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和长孙皇后夫妻情深太宗,每次发火时只有长孙皇后能让他怒气全消,但长孙皇后三十六岁时就去世了太宗为此很是伤心成。 孙皇后去世后,太宗便格外疼爱她们的小女儿金阳公主金阳公主年幼时并不觉得缺失母爱,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她渐渐感觉到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因为别人都有母亲陪伴。 而她只有父亲太宗,觉察到女儿的心思每次出游,都带着她路过长孙皇后层,经去过的地方时,太宗都会跟她讲长孙皇后的事情。 晋阳公主虽得太宗疼爱,但并未养成失宠而骄的个性晋阳公主,年纪虽小却激着过人太宗脾气部,好一发火就要杀大臣晋阳公主陪在太宗身边,多年非常了解父亲的脾气。 太宗一发火晋阳公主,便劝解父亲让她对大臣手下留情太宗惊她一劝,火气全无晋阳公主的这一点,像极了长孙皇后。 朝中很多大臣得意于晋阳公主才保住性命晋阳公主,从小由太宗亲自抚养太宗的很多习惯都影响了她正因为如此晋阳公主,学会了书法。 因为太宗是个十足的书法爱好者,晋阳公主闲来无事时,常常模仿父亲的字迹事件,一场便与太宗的字,十分相似,尤其是太宗的非白喜,被她学的唯妙唯孝太宗,把她的字拿给大臣们看大臣们,竟分辨不出哪个是,太宗写的哪个是晋阳公主? 写的晋阳公主从小和哥哥理智感情深厚因为理,这也是由太宗抚养长大的理智。 每次出宫时,晋阳公主都很不舍,亲自将哥哥送至前化门。 理智十四岁时,需要上朝参政晋阳公主,见哥哥要离开自己便拉着哥哥的衣角对太宗说, 哥哥现在也要和大臣们一样,上朝不能留在了我身边了吗? 太宗建议双儿女如此情深,顿时泪流满面。 晋阳公主原本可以在太宗和哥哥的关爱之下长大成人,将来再加一位配得上她的驸马,但幸福总是短暂的。 晋阳公主没能等到那一天十二岁时,便去世了晋阳公主去世后太宗被碰碗,分每天都要哭上好几回一个多月, 时不现被伤难以自食为死太宗,日渐消受大臣们,见后,纷纷劝见太宗太宗却说, 你们说的我都明白,人死不能复生悲伤,也无济于事,看我就是抑制不住悲伤。 太宗为了纪念晋阳公主,用晋阳公主封义所得与钱,在她墓旁建了一座佛堂,以此为女儿祈祷, 由此可以,看出晋阳公主很早之前,便有了封地唐朝初期公主出嫁时,才能得封地太宗那么早就给了晋阳公主封地, 足见她有多爱这个女儿晋阳公主一生太过匆匆,虽然没有母亲陪伴, 但太宗和哥哥给了她全部的爱晋阳公主性情温暖,聪明伶俐。